我叫菲利普 中文名字叫思远 就是思念远方 但是今天我不思念远方 我不思念美国 因为我还打算留在中国 我想在中国找工作 我理想的工作是跟媒体有关系 还有是酒店管理 我的本科是市场营销 硕士是国际关系 然后我现在读的是第二个硕士 是对外汉语 谢谢大家 欢迎思远 思远好 张老师 中文学了多久 我是2009年才来到中国 从零基础开始 我刚来 我没有到一个很大的一线城市 我去了一个是陕西的安康 安康 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 对很漂亮 所以你上来之后一起步学的就是陕西话 没错 就是学了一点点 我以前是一个英语老师 所以如果是要给大家打个招呼 我可以说 我是个老死 语言这事你不得不服 这就天赋 刚才你在说到自己的职业的时候 或者说曾经经历过的工作的时候 说自己曾经当过英语老师 对 没错 这是一份 还有什么 在一个宾馆里工作 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唐副理 大唐副理 对没错 就是跟宾客关系 有关系 还有我也拍过一个电影 叫他们的名字叫红 就是女他的他 他们的名字叫红 红色的红 对 这个电影好像 还没有上映 我刚刚讲说这个电影好像中国人还没有看到 也不是大片 你刚才尤其是第一份工作 说和媒体有关的工作 什么叫和媒体有关的工作 因为我以前做的是第一是这个电影 对吗 但是我去年也是给这个一个外国人学汉女的一个汉女大赛 给他们做了一个主持人 所以我也有这种经验 今天可能会有很多的企业看中你身上的一个能力 就是你的非常好的语言交流能力 所以如果有企业说做贸易 那这样可以 这在不在你的范围 但是如果是 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扫楼 我当然知道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不是很不合理 不是这意思 没事不是这意思 一个外国人 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叫扫楼 这都不可怕的 什么外国人 我问你一个成语我不知道 我肯定不知道 有一个成语叫班门弄府 你不知道 如果是扫楼你不做对不对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扫楼式的这种销售 不做 好了 来 各位提问 说实话没什么工作 今天这些年一直在念书 加油 那个思源 你计划在中国停留多久 就出你明年六月份毕业 那你是想在中国长期待下去吗 还是说在中国 对 有这个想法 中国有一句老话 叫做绢鸟归林 就说鸟飞累了 是会回到林子里去的 就是像那个落叶归根 首先成语学的真好 其次 绢鸟归林和落叶归根 还是有差别 绢鸟归根 这 绢鸟归林呢 还没到最后的程度 落叶归根呢 就到最后已经没什么片翻了 绢鸟归林歇几天 还有可能从林里飞出来 落叶一落 你知道 对 就不回去了 对对对 明白了 是吧 明白了 所以刚才嘉勇说的这个意思 你有没有计划说我在中国三年 嗯 之后我是会回美国的 对 有有有 但是我想你能不能给我一瓶 一瓶水 我现在有点感冒了 我想在这喝 你想在这喝 可以吗 我不介意 没事 不好意思 太突然了 对 对 我有这个想法 我现在打算 在一年之内 找到稳定的工作 然后 差不多三年之后 我希望我在这个行业 或者是在 一个公司发展 然后五年之后 找一个媳妇生孩子 十年之后 呃 带一个 攀孩子 攀媳妇 就去 女游 你思考的确实挺远的 就是 就是你的 你的规划 就是 不回家了是吧 对对 就是 不回家了 嗯 不回家了 好 就是大家都说 每个孩子选择 学业是因为兴趣 中国孩子选择 学业是因为职业 那么你到中国 选择了一个硕士学位 嗯 那么你选择它是因为兴趣 还是因为为了 为了求职 还是只是为在中国待着 嗯 我有时候 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嗯 这个 本科学位 呃 是因为我十八岁十九岁就不太懂事 嗯 呃 我就是要去上大学 嗯 呃 我的硕士 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 我可以当一个外教官 嗯 嗯 嗯 但是我发现 如果你要当一个外教官的话 你还需要 呃 一种能力 嗯 所以 呃 我就 就在中国 也想到 我可以学语言 嗯 我可以 用我的 呃 国际关系 硕士学位 嗯 和我的语言能力 应该很 很容易 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嗯 他一个外教官 好 明白了 这是一个思路过程 来小燕 也是在美国待过的 对 思源 我想问问 什么叫有意思的工作 你能大概描述一下吗 对对 有意思的工作 就是 呃 很多人都觉得 你是要应聘一个公司 你绝对不能告诉你的老板 我还是想学一点东西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你这样说 就等于 你还没有学会 但是我觉得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我要应聘一个公司 我还是想学一点东西 一个有意思的工作 是一个 我还能学一点东西的工作 嗯 所以 那你今天有没有范围呢 好 这样 你有什么范围吗 我到现在 呃 基本上 呃 呃 所有的 呃 我想 呃 应聘的公司的老板 呃 已经 呃 说了几句话 嗯 嗯 但是还有一个是 还没有说话 我没落到机会 对 应该是这样是吧 所以我就想问你 哎哎哎 稍等 你怎么知道是说你呢 你就马上开始说话 因为我这是唯一的酒店 他呢 是选择要做酒店 哦 是他的其中一个大方式 所以许昭来提问 你原来的这个学历里头啊 跟酒店并没有什么关系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但是你呢 选择了一家 好比这个去江宾馆 做这个实习 你的这个出发点是在哪里 你为什么是想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来实习 对 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是一个宾馆的呃 服务员 嗯 就是你做过宾馆的 对 我那个时候也做过 但是我当然没有把那个经验放在我的个人简历里面 因为他是服务员 嗯 好 第一印象差不多了 思源是去是流 第一印象 好 12点灯都亮了 现在做好准备 天生我有台 来 先去一下肚子的建议 好 思源你好 我觉得其实作为 呃 因为这是一个职场哈 作为你的一个个人特质来说 就你一定要告诉这些老板 是作为一个外国人 你今天在中国有些天然的优势 给你带来很多机会和可能性 但是一旦你进入到一个岗位之后 大家很快就不会再把你当一个外国人看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你是一个工作人员 嗯 那你这个时候要展示给大家 除了超越了你作为一个外国人 有这种语言差异的优势之外 你的其他的个人的真正你的能力是什么 好 可能是下阶段的重点 谢谢杜葵的提示 先阐述一下 对 嗯 嗯 对 嗯 我先说第一个 嗯 我在任何工作 任何情况下 呃 可以是 哪一个公司的优点 呃 推广 给国外 嗯 第二 是我可以翻译 呃 而且我把中国话 翻译成英文 呃 翻译得特别好 嗯 然后第三个 我能不能随便找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老板 嗯 比如说 58同城吧 好 58 呃 老师 问你一个问题 呃 第一就是 你的 呃 你的市场 就是你给 谁 卖 你的东西 所有的老板都是我们的客户 都是他们的客户 所有的老百姓都是我们的用户 嗯 嗯 呃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呃 人 喜欢你的 产品 58是一个大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面 作为老板才能找到他的客户 好 好 所以 所以 我的右点 是 不管我是在哪个工作 单位 我会不停地问你问题 哇 太好了 好好好 继续继续 这个上面 今天整个找工作的那个 也是呃 有意思 因为你要找到你有意思的 我们要符合你有意思的 因此我们要把有意思的给打开 不然的话我们三个老板全部会扔菜 嗯 到底什么 在你的观念的是有意思的 是的 我想了半天我就觉得 你来挑一下这三个老板哪一个有意思 他就可以 可以 对 你来挑一下 然后他的杠位或者他的工作 你说两个 对 你说两个 说两个 对 你们是有意思的 你们是有意思的 对 就符合我的有意思 对 那可以 可以 比如说 苏巴酒店 苏巴酒店怎么有意思 因为我觉得你当做一个大堂副理 你当做一个大堂经理 你的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处理投诉 我能处理投诉是很有成就感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是他定义的有意思 也就是说 稍等稍等 OK 你去一个酒店服务的目标是 或者心里面的愿望是 从你来了以后 这个酒店就天天有投诉 对 没错 没有 我当一个 我以前做这个行业 我发现 投诉一来就兴奋了 对吧 真的 我觉得一个人投诉 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好 这是第一个举例说明 第二个举例说明 还有哪个企业的工作 你觉得是有意思的 第二个还是 必须是跟媒体有关系的 我能不能就是问 11号不好意思 你的归信是汉龙是吗 汉龙时代文化传媒 对 大概因为你是新来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是在这个舞台上 是新来的 确实今天第一次来 长时间的关注了这个节目 汉龙是做什么的呢 影视剧 然后既包括影视剧的制作 也包括影视剧的广告头发 还包括针对一个影视剧的 全方位的媒体推广和宣传 包括电视娱乐节目 对吧 汉龙老师介绍的很清楚 比我还了解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行 这是你的兴趣范围吗 对 这是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 就是这两个 如果你 我只能选择两个 你只能选择两个 我选择这两个 明白了 大家看到他说的好玩 还真就是好玩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在这个舞台上 是一个同龄的中国的求职者来讲 出了这么多的求职的方向的话 老板们也许会上去说 哎 你的方向不清晰啊 但是到目前为止 老板们表现出了 一乎寻常的耐心 虽然我有个问题啊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做这个工作啊 跟这个英语啊 跟国外联系啊 很少的话 那我应该把你当成一个中国人 来看 那么你能告诉我 就是说 你比比如说同龄的中国人 或者跟你的这个专业背景 职业背景 差不多的中国人来比 好 你强在哪 谢谢莫言的问题 对 看到了一个男的问题 他就会合照 没有 我知道你会这样 没有 其实这个问题问的好 比如说 比如说 你需要 你需要把一个新的产品 推广到国外 我还是觉得可能是 你应该选择我 但是 但是 如果你事实上 找一个员工 可以跟中国的老板 来 做销售 那所以就说 如果像 我也觉得你应该选择一个 不是 那个莫言 我觉得我们有点像 跟这个外国有人搞交流了 是的 不太像面试 首先啊 我们正式开始面试啊 你的 你的工作履历里头 哪都不爱哪 就跟你最后的诉求 找有意思的很相似 所以老板的 第一个顾虑是不稳定 第二个 不清晰 因为你没有说出 你最想去做的是什么 是 如果到涉及到 最后给岗位 这么面试下 我们谁给不了 没错 所以还是要展示你的能力 好这样 我把陈昊这个问题 往前再推一步啊 比如说 现在有一个产品 你要把这个产品 推到国外 刚才你说 如果是推到国外 你就有优势 那么假设 要推到国外 刘家勇 福能的 这个太阳能产品 要推到国外 你的优势是什么 除了语言 除了你是美国人 除了你是外国人之外 我只能告诉你 我可以 是帮中国人 和外国人交流 但如果你的公司 是99% 是中国人 那可能 你没有必要 拼用我 所以思远刚才说的 这句话很重要 它其实能够起到的 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是帮助中国人 和外国人 做更通畅的交流 因为它的中文 非常好 理解能力也非常好 这是个大前提 但是 但是 因为在中国 你也了解 你也教过这么多的学生 中国人觉得 你很突出 是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上 能像你这样说 中文的人很少 但是在中国 能把英文说到 甚至比你高的 程度的 中国人 那多了去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当你要发挥 你的语言优势的时候 其实在中国 你是没有优势的 所以我刚才 为什么第一轮 就提醒你 其实老板们也关心的是 你作为一个个体 抛掉语言 因为语言只是在 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有新鲜感 你的特别的能力 当你成为 一定要呈现出来 当你成为一名企业员的时候 一个29岁 读了两个硕士的人的 你的那个 真正的那个能力 工作能力 我现在 我现在来问 最后一个问题 思远 你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 12位老板就要表态了 你对 因为注意是明年6月份入职 因为他现在是学生签证 学生签证 不能打工的 明年6月份入职 你对薪金的设想是 就还是差不多 一万 税后 对 税后一万 好的 来 12位 到了大家做出判断的时候了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成转移到了 虽然的手里 来 12位 去还是留 选择 谢谢 谢谢 来 优秀教育 这位 就是我们的中小学部的 这个口语老师 嗯 这刚好是你今天展示 最强的一个能力 好 江永福能集团 福能集团的总部就是在欧洲 那么我们在中国也有自己的媒体平台 就是Solife阳光网 那么这个网呢 即将举办的就是全球太阳的应用产品大赛 而你本人呢 又做过这个主持 就觉得非常合适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全球太阳的应用产品大赛的主持 我觉得你非常合适 好的 来 第一视频网 我给你的职位是第一视频 第一视频部的一个主持人 每一个新的角度会 让每一个观众 他打破他自己 看问题的一个常规 有一个愉悦 好的 来 伊林诺伊小燕 其实本来还是跟市场营销有关系 还是和市场营销有关系 好 那就是市场营销的专员吧 对 好 来 苏法酒店 取召 这样 其实 其实我们最需要的 大概就是你这种 对双鱼掌握的能力 我给你提供的这个职位的话 在我们市场部 做经理 未来你可以去管理一家酒店 来 王刚 暴风影音 我觉得你有想做主持人的想法 就别轻易放弃 因为 我觉得这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有意思的工作 那么我们想给你提供一份视频节目编导的职业 其中有些节目你可以自己去主持 好的 对 孙远 思考一下 然后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四盏灯 先灭掉 灭掉 出发 再见 我一会儿走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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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 好 谢谢你的机会 再见 龙门 再见 天号 对 为什么要办 我没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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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呀 我大概理解 我大概理解 不过我还想再听你说一遍 对 可能是主持人的这种梦想在里头 是吧 你大概想想 说实话 这个答案可能不是很好听 但是 我觉得 你对我没有兴趣 这就是一个感觉 我不能说别的 就是一种感觉 你觉得这俩人对你 有兴趣 对 嗯 就是这么简单 好好 好 有兴趣的留了下来 不能集团 暴风影音 谈前不上感情 因为我们明年呢 确实有这个 就是这个大赛的即将开始 那么我给你的薪水呢 可能会超出你的预期 我也并不是想说打价格仗 我给你的薪水是一万五 王总 同样的问题 你好 我想可能 在你心里面薪水也许是排在第二位 或者第三位 你更想找到一份 更想找到一份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是的 因为我们用户特别多 每天我们有几千万的在线的用户 总用户每月上了三亿多 他们希望能看到一个非常新鲜的 有一些陌生的面孔 希望能看到你自己的风格 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展现出来 我想薪水的话呢 我们可以不低于这个价格 四五K 你们也是一万五 对 可以 暴风影音给出来了一万五 非常正常 王高 你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吗 你们不过了 我就想什么时候 一个我们中国的硕士毕业生 因为英文很好 人物在美国 就能够拿到超为他们同龄人的薪水的话 这可能才是我们真的应该骄傲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喝水的时间 是的 好了 又到了四远喝水的时间 你接着喝完 我给你加一些伴奏音乐 然后呢 就做出你的选择 还没 还没 副考一下 想好了之后 告诉我们四远 你的选择是福能集团 还是暴风影音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好 我选择 刘老师 拿上您的水 谢谢 谢谢 nawet 感谢观看